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建福清黄博山万福寺方丈定名法师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畅谈隐元禅师为何能成为中日两国交流互建的文化符号 位于福建福清的黄博山万福寺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这里高僧辈出 隐元禅师也在此剃度出家 并先后两次担任住持 随着隐元禅师在佛教界声望日高 他的著作 诗集和圣名也传到了日本 根据文献里面有记载 是经过日本长期奋行报幕府的同意 然后写信派人来到中国福建黄博山邀请隐元禅师 开始前面三次他都没有同意 到了第四次 叫1654年 他最终答应日本的邀请 他随行的地址有30人 当时是由郑成功 他们派船只附送到日本 隐元禅师抵达日本后 在京都创建新寺院 仍取名为黄博山万福寺 以示不忘中华故土之意 他创立的黄博宗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在佛学方面就是把整个当时明代的长宗制度 修行方式整个也搬迁到了日本 黄博宗的试验在京都和大阪也有不少 这些试验里面你会看到既有很浓烈的中国文化的元素 首先它的建筑是明代的建筑 第二个试验里面所有的匾连都是用中文写的 所以日本当时有诗人说进入到日本京都黄博山 黄博就到了中国 初的京都黄博山才回到了日本 此外 影员禅师也把中国文化中的雕塑 书画 医药 饮食等传播到日本 据黄博东渡僧宝传传传传共有77位 东渡人数之重 时间持续之长 传播文化种类之多 事所少见 堪称中日文化交流互建典范 比如说像鲁家的经典营造建筑技术 包括医疗 医药方面这些技术 代过去很多 比如说我们到日本吃的普查料理 还有饮盐豆腐等等 都是由它代过去 它的书画艺术水平非常高 由饮盐禅师 木安禅师 季飞禅师三个人 在日本文化界号称为黄博山饼 广泛影响到当时的江户时期的 文人 书法和艺术领域的分析 所以我们所理解的黄博文化 就是三大层面 先进文化 科学技术和佛学精益 对日本的国民的数字和文化的传播弘扬 对社会的文明的推进 它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黄博文化加根于日本日常生活 在促进中日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 2022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为纪念演员禅师原计350年 中日两国将举办多场交流活动 未来 丁林法师希望从学科建设角度 更好的研究 阐释与传承黄博文化 进一步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探寻世界文明交流模式和发展道路 黄博博是以黄博文化为中心 东传日本400年的一个文化现象 它是象征着闽邪与海上思潮之路的 一个交流沸通 我们成立的一个叫黄博博研究会 这个黄博博研究会的目的 就是把黄博文化作为一个 邪科的研究方向来推动 中日两个黄博山 中日两国的佛教界 包括中日两国民间 如何共同地多维度地 多其道地交流互建 交流互通 为中日文化未来的这种民心互通 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努力